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飞机和机关枪被送上战场 但由于螺旋桨的阻挡 机枪无法穿过蒋叶旋转面射击 所以飞机起初的任务是侦查 比如同盟国中普遍装备的陶贝哥式飞机 安装一台86马力梅赛德斯E4E型四缸水冷发动机 凭飞时速可达100公里 英国则有布莱克本地形单翼机 二者在空中相遇时靠飞行员的手枪护射 因此势均力敌 很快双方都意识到 把机关枪装上飞机才是王道 于是法国人研制了莫莱纳索尔尼埃战斗机 这架飞机的特点是将机枪放在飞行员前面 同时在螺旋桨的弹着点上包覆斜行钢板 靠钢板将子弹偏转弹出 这样飞行员就能用整架飞机作为射击平台 因此命中精度极大提高 但危险的跳弹 时常击中编队的有机或飞行员 以至于它击落的有机比敌机还多 精明的德国人在仔细研究了被击落的索尔尼埃战斗机后 灵机移动 研制了机枪讲液协调器 它的原理是在发动机后部的输出轴上 安装一个秃轮 螺旋桨转过飞行员前方后 秃轮就将顶杆推起 顶杆通过摇臂和拉杆 驱动机枪的扳机 而飞行员按下设计按钮 只是让驱动扳机的拉杆解除锁定 通过拉杆在秃轮推动下往复运动 完成间歇式的扣动扳机 这样子弹就只能从蒋叶的间隙发射 德国人为这个发明 专门研发了一种战斗机 福克爱因德克 该机1914年投入战场后 就对协约国形成了降维打击 空战中它能以各种姿势从容击落敌机 协约国飞行员的寿命不是暗年计算 而是暗周计算 一个新飞行员从来到前线 到被福克战斗机击落阵亡 平均时间一般是四个星期 所以这一时期又被称为福克式灾难 直到1916年 实在无计可视的英国皇家飞行队 装备了推进式的 德哈维兰DH-2型战斗侦察机 该机爬升性能优异 一枪在前 空战时可以灵活射击 先发制人 才让福克式灾难有所遏制 见到这一构机跳墙的办法居然有效 协约国开始大量装备这种飞机 比如法国的法曼F-20双座双翼战斗侦察机 只要发现敌机就立即进入盘旋 靠灵活的机枪击落对面跟着盘旋的敌机 而英国的F-12B空战时不仅盘旋格斗 还敢于向敌机迎面高速冲刺 因为飞行员知道前面有人替它挡子弹 直到1917年 协约国装备机枪讲业协调器的战斗机 才姗姗来迟 著名的索普威斯骆驼战斗机 时速可达200公里 安装两挺7.7毫米为克斯机枪 该机发动机后部的突轮 推动两个顶杆上下运动 各自推动摇臂 带动扳机拉杆前后运动 当飞行员按下射击按钮 扳机拉杆的后退线位栓就被旋转打开 拉杆受到弹簧的牵拉 通过摇臂时 突轮顶杆顶上突轮 开始间歇式的触动扳机进行协调射击 驾驶员松开射击按钮后 当突轮将顶杆顶到最高点时 扳机拉杆走到了前置点 就会被后退线位栓 重新旋转锁定而无法后退 因此顶杆就离开了突轮 不再进行往复运动 空战时 飞行员通过交替 按下机枪射击按钮 让两挺机枪通过蒋液协调器交替射击 避免过热 由于机动灵活 火力强大 骆驼战斗机成为一战的优秀战机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的梅赛斯米特BF109战斗机 又率先安装了中轴机跑 正门20毫米的MG15120机炮 炮弹从螺旋桨的桨谷中心射出 威力强大 且命中精度很高 实际上 正门机炮安装在座舱与发动机之间 而炮管需要穿过发动机和桨谷 所以 这台排气量33升的 奔驰DB601V型12缸水冷发动机 有底壳向上 七缸头向下反过来安装 在V型的七缸头之间穿过炮管 从发动机后部的中空齿轮里伸出 向前则从蒋谷中心穿出 这种设计在战时也无专利可言 所以被拉握契金三型战斗机剽窃 同时也被P39飞蛇战斗机所借鉴 成为为国战争时期 苏联红军以一致一的空中利器 但是作为螺旋桨中轴机炮的鼻祖 德国人将BF109用的炉火纯青 及52战斗机连队 就用BF109系列击落了10800架敌机 正如爱丽西哈特曼所说 这种飞机 机炮非常精准 通常我只需要发射三到五发 就能击毁敌机的发动机 而且我能确保 炮弹不会射进驾驶舱 感谢观看